接下来是今天的明星超级战 昆仑爵2023年开年 在这里举行了一场非常轰动的比赛 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 有一个人哼哼注视 昆仑爵现场签下了他 他要挑战昆仑爵的世界冠军 今天他再次来到这里 要为各位再次奉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这是昆仑爵2023年 北京战61.5公斤级的自由搏击之战 有请兰方今晚代表昆仑爵出战的张图康 北京战62.5公斤的自由搏击之战 北京战好战 北京战6.5公斤的自由搏击之战 师傅也是不合适了 北京战士兰的帘士兰的运行 北京战士兰的不充亏 北京战士兰的赛 西兰的保护育之战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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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身高1米70 职业战绩44战 42胜 2019年拿到了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 2021年昆仑爵职业联赛60公斤级的冠军成员 在格斗世界中国自由国际排行榜难中 2021年进入了营量级中国前十 欢迎一下非常狂放的南方选手代表国际俱乐部出战的 职业战绩六战保持全胜 各位朋友请用我们的掌声欢迎一下来自维吾尔族我们的战士 有请场上裁判王泉斌 准备事情 好ais 很重要 专门 雅森艾美提这个节奏 感觉是不是 是散打基础那种啊 漂亮 正灯 低扫 颈膝很突然 不要乱 连续的扫踢 对 又是中嫂 漂亮 非常的漂亮啊 这几个连续的中嫂 打得很稳啊 在节奏的控制上非常的好 现在是把对手带动到自己的节奏里 对 两个人这个腿法互换 哎呀 看着都疼啊 你倒了 疼死了 有三米提现在 自己的节奏不好找了 自己的节奏不好找了 这个 这段时间两个人都在等啊 漂亮 告诉 好 走 雅森艾美提的整个的技术体系都比较散一点啊 就整个的 技术体系幅度都比较大 嗯 是的 漂亮 而且他踢腿手吊得非常低 红康像是散打戏的运动员转了太细 对 因为我觉得他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是 单格动作的质量很好 嗯 爆发力 速度 力量都有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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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手圈 哎呦 放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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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艾美亭的头部的防护也是漏洞太大 是的 10秒钟 快 快 准备 好 第一局结束 不准备了 我爱你 我心里 casa 哎 上正 Vai 好 第二节开始 这两个人技术体系完全不一样啊 是的 中掃踢 后手拳加高扫 定锡 SFT有点乱了 这个时候能打出反击来 后手拳 中掃 中掃踢 这个时候 很顽强啊 这几下 但是台湾还是提前终止了比赛 恭喜张东康 本场比赛经过裁判的裁定 完胖选手在第二回合36秒 GKO获胜 有请颁奖嘉宾 昆仑爵创始人江华先生 为我们两位拳手颁奖 先请两位拳手和颇ante嘉宾合影留念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